子凌开麦 我们听到这个音乐 感觉呢 好像有一点速杀的气氛 好像是什么战争要开始的感觉 这个是高雄市国乐团所带来的演出 玄武则批 好的那么在我们高雄市国乐团 这么精彩的演出之下 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就是陈昭伟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叫做 昭伟哥哥 然后就是要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音乐的演出 它还蛮特别 就是在绘本方面 这是一个很受到欢迎的 宝岛搜神记 然后呢 搭配我们高雄市国乐团 那么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现场音乐会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然后呢 再搭配上昭伟哥哥说书 我想这整个感觉呢 是非常棒的一个节目 首先呢 我们就先请这一个 KSAF 宝岛搜神记 亲子音乐会的这个 说书人陈昭伟呢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 慈玲好 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这一档节目的说书人 昭伟哥哥 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都没有小朋友 叫哥哥感觉好像 可是好像叫哥哥 因为现在幼幼台都流行什么 香蕉哥哥啊 苹果哥这样子 好然后呢要请赵伟呢 今天就是要介绍一下说 我们在大东4月17号 这边呢 有两场 有我们高雄市国乐团 那么搭配就是很受欢迎的 宝岛搜神记绘本 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形式 那为什么高雄市国乐团 在春天艺术节 会用台湾神明来规划 这个亲子音乐会呢 好那么首先呢 其实如果这几年来都在关注 春天艺术节的朋友们 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年的节目呢 它都符合时事的潮流 跟我们现在 不管是民众啊 大人或是小朋友 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去做个推陈出新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宝岛搜神记呢 它源起于一本绘本 是由这个角色呢 他所画的这个宝岛搜神记 这一本的绘本本来就叫做 宝岛搜神记 对那因为绘本这个东西 其实近年来在 国中小的一些教育的 推广上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比如说近年来有 比如说防这个儿童性侵啊 或甚至比如说一些啊 这个家庭暴力这个课题 他都是透过绘本来跟小朋友去诉说故事 那我们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体会到说 其实台湾是一个宗教文化 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其实土地不大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 有很多我们常见的 不管是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这些神奇 他们的故事 乃至于他们宗教庆典 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绘本 然后搭配我们各个神明 这个这些很popular神明的宗教的 这个这个故事呢 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宗教文化是非常特别 那当然除了绘本跟这个说书之外呢 他其实还透过国乐的演奏 就是我们类似讲3D 就是有视觉 然后有故事的输入 以及音乐的这个演奏的呈现 让大家会说 哇原来神明的故事搭配起来是那么的精彩 所以这一档节目也可以算是如果说春天艺术节十几年来 应该算是少数以这个宗教为背景铺陈的一档 非常好的一个音乐节目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象说那个音乐会 会本他就已经在上面呈现神明的图画 就是角色他的这些作品 他作品我有看就是非常的逗趣可爱 然后呢 他不是像那种我们传统印象当中 就是那种好像距离蛮遥远很严肃的那种 他是很逗趣Q版的那种台湾神明 然后搭配你说书应该会讲故事 对不对 说书的话其实基本上一个圆形的故事 就是说呢 他怎么讲台湾的灯猴的这个故事 灯猴 其实灯猴说实在 这只有一个故事吗 他是一个连串下来 就是呢 他比如说神明在吵架 然后呢 这时候玉皇大帝的这个书记官呢 就要出面告诉大家 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就看众神明如何去争吵调停 然后去说服灯猴 因为灯猴其实是他是要报仇的 他是一个 他是原本是一个报复性的故事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话当中 知道说这些神明如何去发挥 他们各自神职上的慈悲心 然后去感化这个灯猴说 你们不要伤及无辜啊 台湾的人民也不是故意的啊 诸如此类的 那我不能剧透太多 因为还是需要你们来看 所以真的说书故事就是你来呈现 对对对 那声音表情 说书的部分 因为他其实他 因为你知道是如果大家熟悉 台湾几个重要的神明 比如说我们在故事里面有 这个玄天上帝 玉皇大帝 麻祖 对不对 观音菩萨 那这些形象可男可女 可老可少 这些声音 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不能用我们一般讲话的声音 对 还要带一点咳嗽 感觉去呈现 对 如果是这个像观音菩萨 就是很慈悲的感觉 那这些都是希望 透过出的画面上 然后说书的语音 然后跟音乐上去做搭配 这样 那像刚才子玲有提到 就是绘本的部分 其实绘本我自己非常喜欢 而且那个到时候 是会有点微动画在里面 真的啊 对对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绘本就是平的 它是会动的 而且是很栩栩如生 有个性在里面的 这样子 好棒 然后这时候再加上国乐团的这个 事实的加上一些音乐 就会让它整个故事 是非常生动 对对对 情绪呀 紧张什么的 没错 冲突 而且而且它这个音 因为它毕竟是个音乐会嘛 所以不能说来 只让你看我讲话 然后听我讲话 然后看绘本的动画 其实呢 它在乐曲的设计上面 它针对国乐器的 不同的属性 因为国乐器有高有低嘛 对不对 有比有比较温柔的 对 然后有比较高亢的 那我们就来猜猜看到时候 这些国乐器会各代表哪些神明 所以神明会搭配上乐器 对 我们有很多首的携奏曲 所谓的携奏曲就是呢 其中个乐器担任 主旋律的独奏 然后整个乐团去搭配它 这样子 对对对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演奏方式 是 那么 宝岛搜神祭 亲子音乐会呢 所有的演出的曲目 听说都是新创的 对 哇 这是的大 杂大钱 而且呢 因为 因为我们通常也没有什么曲目 是代表神明的 很少很少 那因为如果说 我们总不能 神明的音乐会来演化好乐园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次整个赤字出的说影像啊 然后各种搭配之外 其实这最大的一个成本 应该是在乐曲的编写上面 而且这些作曲家 就是台湾 非常当红的 而且年轻一辈 很多都是年轻一辈的作曲家 那他们接到任务之后 甚至都还会跟我们讨论说 哎 如何把这个神明的特性 跟这个主旋律乐器的这个属性呢 可以把两个搭配起来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现在台湾神明 有主题曲了吗 每一个 这样看下来的话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主题曲 可以开演唱会了 这就是演唱会啦 只是它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 对对对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 像我们可以剧透其中的一首 就是呢 因为也是要吸引大家来买票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太神秘 就是前几天 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牙 我们买给尾牙 对不对 那我们的头牙 就是我们的土地公生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一出宝导收成记的音乐会里面呢 其实也有一首曲子是土地公 然后他用的这个主旋律的乐器是中湖 中湖家我们的湖琴家族有高湖 二湖跟中湖 那中湖是属于比较低层的 那为什么会用中湖来代表土地公呢 因为他就像个老爷爷在讲故事的感觉 然后呢 他最有趣的一件事 因为我听过那个录音档 那个他最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呢 他的旋律就是可以用把土地公 真的把他拉出来 你拉三个三个音把他呈现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整场音乐会这一首很特别 你即便我不跟你讲说是哪一个 哪一个神明的主题曲 你听了你就知道 而且他的他有他的有个低音的呈现 很像土地公老爷爷那种走路 步驴栏山的感觉这样 蛮神奇的 这一段这土地公的主题曲 好哟 这一段这一段这种 好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最后就要请我们赵薇哥哥呢 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在4月17号的 我们高雄春天艺术节 高雄市国乐团的 宝岛搜神记亲子音乐会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带着 我们家的小朋友 一起来听音乐会的话 他演出的一些场次时间 或者说一些购票的方式 好的那么呢 现在就最重要资讯要出现咯 这是我们今年度的 高雄春天艺术节 宝岛搜神记的亲子音乐会 时间呢是在4月17号星期六 那我们这一天有两个场次 早上呢是11点 那么下午的场次是 下午的三点半各一场 那地点呢是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 那我们票价各有这个三百五百七百跟九百 那购票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上这个OpenTix 就是以前的两厅院售票系统去做点选位置 那么今年的这个音乐会呢 它是可以也可以搭配我们 有另外一档节目叫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道的票券 然后呢 两张二加二的方式呢 可以享85折的优惠 那详细的情形 我们可以上高雄市国乐团 或是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网站 或粉丝专业 可以去做相关资讯的查询 是 今天呢我们就要谢谢 宝岛搜神记的说书人陈昭伟呢 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即将在4月17号来演出的 非常棒的 这个高雄市国乐团 还有角丝的宝岛搜神记 这样的一个多方面多元 搭配的一个艺术的呈现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昭伟了 谢谢拜拜 拜拜